我们五间新闻前几天报道了武汉市洪山区的城管用眼神执法的新闻引发了网络热议 那么近日武汉江夏区又出现了美女团 骑着自行车参与城管队员巡逻 微笑的劝说站到经营者并帮忙搬物品让人不得不感慨 武汉的城管创意真是层出不穷 9月24号下午20名身材高挑长相甜美的年轻女孩 骑着自行车出现在武汉市的江夏街头 参与城管队员巡逻 一家电器老板把几箱电器摆在门口 四名女孩站成一排微笑全说并帮忙搬运物品 没一会儿老板脸上就挂不住了 乖乖地把站到的物品搬到了屋内 这些女孩均是东湖女孩候选人 这次活动是想动员市民爱护身边环境 他们还在街头帮忙清洁卫生 虽然劝阻效果很好 但是这种请美女帮忙的执法方式还是引起市民和网友的争议 有网民表示支持 认为与之前的暴力执法方式相比 更显文明和柔性 但也有不少人觉得此举有作秀之嫌 质疑这些花瓶们能够坚持多久 近年来 我国城管开始不断探索柔性执法的新方式 洋城管 眼神执法 举牌卖蒙执法等新级方式不断出现 知名社会学家王开玉说 中国城管部门已经开始探索 用疏导和集中管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他们的柔性执法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不断出现 对 不断出现